大家看到本文中跟第五课类似 它又是个标准的claim response pattern 又是主张反应模式 第一段呢先给出人们的看法 人们认为大家踢的球就不会打仗了 下面作者给出自己的response 作者说抵御比赛只会导致疯狂仇恨 在第三段里边 这个这个在第二段里边 作者进一步来这个这个用理论分析来证实说为什么 分析一下为什么只会导致疯狂的仇恨 对吧 这个又是一个主张反应模式的 一个非常代表性的证明分析 另外在第六课里面 精彩的表达句式和搭配 还有一些书面的一些习语 也是屡见不鲜层出不穷的 希望大家看到之后把它背下来 并且学以致用 咱每天看动笔能不能写篇日记呀 写个读后感呢 看能不能把老师讲的搭配把它用上 另外在写的时候 有些新的搭配拿不准呢 咱们多问一问字典 这次点在李老师的播客里面有详细的推荐 包括字典怎么下载怎么安装都有 好 第六课 这个重要的文章 体育精神 跟李老师就学到这里 谢谢亲爱的同学们